在查尔斯国王今天的加冕典礼上,据称他的小儿子哈里王子被挤到了第三排,而38岁的苏塞克斯公爵的妻子梅根和孩子们将留在加州的家中。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据英国媒体报道,哈里王子将坐在尤金妮公主的丈夫杰克布鲁克斯班克和亚历山德拉公主之间。 亚历山德拉公主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堂兄,上一次参加王室活动是在十年前。 安德鲁王子33岁的女儿尤金妮和34岁的姐姐比阿特利斯也将与丈夫埃多玛普利默奇将一同出席。 根据当地报道,英国王室对于当天的位置安排是这样的,前排是为高级王室成员预留的,威廉和凯特,爱德华和妻子苏菲,他们的孩子路易斯夫人和詹姆斯,威赛克斯伯爵,安妮公主和她的丈夫蒂姆劳伦斯。 另外,一位内部人士告诉太阳报,王室内部曾讨论过座位可以按照继承顺序安排。 但这样一来,第五顺位的哈利王子就会排在最前面和最中间,与威廉和凯特并列。 相反,我们的决定是王室成员只在前面,然后后面的才是非正式王室成员。 哈利会离他父亲很远的。 哈利王子将于上午10点35分与其他王室成员一起抵达。 他准备在仪式结束后不久离开,非回家迎接儿子阿琪的四岁生日。 之前的报道称,哈利王子将坐在靠近教堂门口的位置,离亲人很远,可能实际上没有这么远。 相较之下,哈利王子的位置与上次相比,还是靠后了一点,上一次出席女王的白金喜年庆典活动时。 他和梅根是一起来的,两人坐在了第二排,也就是爱德华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的后面。 这次哈利的位置可能就有点尴尬了,作为查尔斯国王的儿子,王室第五顺位继承人的他,有可能还要被卡米拉的前夫安德鲁帕克鲍尔斯抢走风头。 有消息称他将坐在前排的位置,也就是说哈利的待遇有可能还不如卡米拉的前夫,多么讽刺,对他来说实在是非常尴尬。 其次,让哈利王子尴尬的事情也出现在了人们眼前,据称哈利王子在父亲的加冕典礼上预计将穿着陈装而不是军装。 上次女王的葬礼上,不能穿军装的这件事情,似乎也让他感到很是难受。 最后,哈利王子和安德鲁王子一样,在查尔斯的加冕典礼上,任何职务也没有,连卡米拉的孙辈都不如,她的孙子是荣誉侍童。 哈利昨日据称已经回到了英国,准备参加父亲的加冕典礼,年轻时从军队回来,都有父亲和哥哥迎接的他,现在一个人坐私人飞机回家,显得有点形单影之。 王室成员的心情确实非常好的,查尔斯在加冕前夕,参加了许多活动,与公众进行了亲密互动。 查尔斯,凯特和40岁的威廉与爱国粉丝握手,并在林荫大道上聊天。 倾盆大雨过后,下午阳光明媚,祝福者们自拍,高唱天又无王。 在保镖的簇拥下走出她的绿色滨力后,当有人问她是否紧张时,查尔斯只是笑了笑。 她和粉丝们开玩笑说天气不好,当一个厚脸皮的祝福者喊道,爱你查理,另一位粉丝喊道,爱你,我来自意大利。 另一位则简单地说,祝你明天好运,81岁的玛格丽特亭斯利,来自多塞特郡的吉林厄姆。 在与国王握手后泪流满面,21岁的剑桥大学法律系学生阿比盖尔萨莫斯和朋友米利霍尔茨说,我们向她表示祝贺。 她说,你明天来吗?你们露营过夜了吗? 她说,我希望下雨的时候你没有被淋湿。 然后,她只是在笑,这太神奇了,真的很超现实。 离开英国王室后,哈里王子和梅根的锋芒一度盖过了父亲等亲人,但由于他们太做,现在王室成员已经密封翻盘,查尔斯和卡米拉的人气慢慢上升了,而哈里夫妇的人气已经垫底,哈里夫妇已经风光不在,所以现在她在王室的待遇连卡米拉的前夫都不如了。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作为英国王室的新任君主,查尔斯国王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让人争议的人物。 在查尔斯身上,有两点是比较明显的标签,第一是她是英国王室历史上代位时间较长的王储,在正式接任国王之位前已经在王储之位上待命了几十年。 第二是查尔斯对家庭,对妻子似乎不够忠诚,她在与原配妻子戴安娜结婚期间婚内出轨,与旧情人卡米拉大搞婚外恋,让戴安娜伤心欲绝,最后离婚收场,戴安娜也在离婚后不久遇到车祸身亡。 实际上,很多人都对于查尔斯婚内出轨这种行为感到不满。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5月4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一位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宣称,美国人讨厌查尔斯,因为他搞乱王室,伤透戴安内心。 据报道,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高级国家事务记者戴博拉罗伯茨表示,美国人仍然对查尔斯国王怀恨在心,许多人认为卡米拉女王已经取代了戴安娜王妃的位置, 这让人感到遗憾与不满。 他还认为,美国人仍然对查尔斯已故妻子受到的不公对待怀恨在心,许多人甚至认为卡米拉取代了戴安娜的位置,这是一件让人不满的事情。 戴博拉罗伯茨评论说,王室一团糟,美国人讨厌查尔斯伤透了戴安娜的心。 而根据一项民意调查,近70%的美国人对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是持好感,但他儿子的受欢迎程度却不在同一视频上。 戴博拉罗伯茨认为,许多美国人仍然没有忘记近30年前发生的事情。 本周,他在接受广播时报采访时表示,查尔斯性格严肃,有点冷漠,他的母亲也是,但当他执政时,我们在世界各地没有很多女性国家元首。 罗伯茨曾前往伦敦报道哈里和梅根的婚礼,白金喜年和女王的葬礼,他认为国王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比女王更过时。 由于美国人与戴安娜的亲密关系,据说许多美国人仍然对查尔斯和卡米拉怀有不好的感情。 罗伯茨继续说道,查尔斯是一个很多人都认为会伤透代安娜王妃心的人,人们有一种感觉,另一个女人卡米拉正在取代戴安娜的位置, 在地位上仅次于国王。 当被问及为什么美国人仍然对君主制着迷时,罗伯茨解释说,许多人假装不在乎,但他们实际上仍然很关注。 他补充道,王室和其他家庭一样一团糟,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情况。 实际上,美国人确实很关注王室,很多美国人会收看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美国广播公司在伊利沙白女王的葬礼上获得了310万观众,在哈里和梅根的婚礼上获得了630万观众。 加冕典礼也将在纽约时间凌晨5点和洛杉矶时间凌晨2点举行。 因此这也取决于大多数美国人对实时观看活动的决心有多强。 哈里王子计划在父亲加冕典礼结束两小时后返回美国,以便与家人一起庆祝儿子阿奇王子的生日。 萨塞克斯公爵将在没有妻子梅根马克尔的陪伴情况下前往英国,因为梅根将与阿奇和莉莉被特待在家里。 一位知情人士声称,哈里王子将24小时内进出英国,并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加冕仪式结束后离开。 仪式预计将于下午1点结束,因此据信公爵可以直接前往机场,可能在下午2点或3点左右离开英国。 对此事,小编的看法是,从美国人对英国王室的关注程度来看,美国人实际上对英国王室还是非常感兴趣的。 虽然很多美国人都标榜自由与民主,而王室却恰好代表着与自由民主相反的东西。 所以说很多美国人内心其实并不真的追求自由与民主,而是追求王室所代表的富贵,地位与权利。 由这一点看,梅根的出现或非偶然,事实上很多美国人内心深处都像梅根那样,希望自己能够进入王室,享受王室带给自己的地位与财富。 当然,梅根后来选择离开王室,是因为她已经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在留在王室价值不大,离开王室反而能够更加方便使用王室头衔来赚钱牟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